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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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像一个园 从武术出发 兜兜转转又回到武术 经历了大半生的起起落落 如今的徐传惠 似乎才刚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武术 你上来就说一脏就把它捧出去了 刀打手就上去 上去 首先呢就是罗素 刀打手就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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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上四点钟天刚茫茫亮 徐传惠就醒了 但他并不急着起床 而是在床上健躺棒的小时 这是他独创的练功方式 静庄功 每天起床后 徐传惠习惯在这个狭小的楼道里练功 墙壁、水管、楼梯都被他就地取材 因底质疑 变成了练功的对象 他每天坚持这样练功 雷打不动 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 说起他的第一次练功 还是在他十三岁的时候 1950年 徐传惠出生在辽宁锦州 父亲与一个习武的国民党典狱长熟识 那时徐传惠正上小学五年级 父亲让他拜了这个典狱长为师 学习少林拳 那是他的第一个师父 我师父这个在我心里边的印象是相当深了 要说说起来就是这一生不能忘 因为他呢 他呢就是对我这个接触武术 和一直到后来的喜爱武术 这个研究武术 起到了这个 应该说是启蒙作用 他这个嘴子呢 好像被子弹打了一下 说有点好了以后 往里面揪 所以人们都管他叫王老外 但是他这个人 不像大伙称呼他这个王老外 他是很正的一个人 今天是周日 徐传惠今天的安排 是到徒弟的工作室 去叫新收的小徒弟们练功 是 车轮起步 请徒稳再喊 请徒稳再进 小时候练功是很艰苦的 徐传惠清晰地记得 师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对徒弟们要求也非常严厉 但徐传惠却对师父充满了感情 当时对他来说 最幸福的事就是努力练功 以得到师父一个赞赏的眼神 以及练完功浑身大汗地 奔回家中吃母亲刚刚做好的包米波波 还有糊茄子 后来徐传惠初中毕业 进入船厂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不得不离开了相处四年的师父 这次是我徒弟工作室 每周能来两到三次 周六周日上课的时候在这上 开公开课的时候在这开 上市咱们拍那个地方 是我小雨徒弟那个地方 这些是徐传惠刚刚收的几个小徒弟 他们就像当年的徐传惠一样 还是顽皮的年龄 常常惹徐传惠生气 但一想到生在蜜罐里的他们 还愿意吃苦学武术 愿意叫自己一生师父 徐传惠的气就消了一大半 年轻时的他同样叛逆 不守规矩逃课暴脾气 经常当学徒那会儿 领导指派他刷油漆 他嫌刷油漆的活没出息 当着领导的面 把三四个油漆桶叮咛光当 扔到了海里 还冲领导吹胡子瞪眼 领导拿他没辙 就打发他去轮船上写大字 没想到这么危险的公主 反倒喝了他的口味 那时候即使早是很早 这太阳号刚熟了 那真是赢着烧羊 看着大海里波涛 随着船里这个微微的晃动 我在写这个字 是挺自豪的 年少轻狂的徐传惠 虽然不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人生 但凭着天然的性子 他收获了属于他的生命礼物 二十八岁结婚 第二年女儿降生 生活平凡而幸福 然而他的生活轨迹 似乎离武术越来越远了 转眼到了1996年 徐传惠已经46岁了 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 学习太极拳的热潮 正在这个时候 我就有闲工夫去找人出去 锻炼锻炼锻炼了 遇到了一个我后来的第二个武术师傅 他是个年轻 教我 比就比我年轻一些 也是挺豪然 我一看他呢 在打太极拳 穿一身那个白的这个太极服 特别像我小时候那个一个师叔 太像 长得就是说 拿现在年轻的时候很帅 这个长得像他师叔的人 激起了他埋藏在心底多年 对于武术的情愫 也成为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师傅 再次接触武术 像是分别多年的老友 历经大半生的沧桑 忽然重逢 感慨之余 也让他分外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师徒之情 于是他依然放弃了 当时正如日中天的生意 开始专心跟师傅 投身于太极拳的学习 20000年 徐传惠参加简州市武术比赛 获得冠军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 之后的几年里 他又先后参加了东三省 大大小小的比赛 均在意而归 内心的单纯 是一个活着身上的最珍贵的东西 他可排除外界世俗的纷扰 这次不为功名利路 只为心中那个梦 为这个梦 徐传惠足足走了三十年 2008年 58岁的徐传惠 与老伴先后来到北京女儿家 与女儿共同生活 他平时的工作 就是接送小孙女儿上下学 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 现在有些对女儿这个爱 转移到我的外孙女儿 因为女儿大了 说两句话也爱女儿 心里面还有女儿 但是几乎就转到 大部分转到外孙女儿 对吧 徐传惠在徒弟们眼里 是一个非常乐观 并且幽默风趣的人 没有架子 不端着 很随意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但是他眼睛里 偶尔闪过的如具目光 却会让你相信 如果一旦他认真起来 他会比谁都认真 那种毅力和持之以恒的那股劲 很少有人能比得了 有两件事会让他认真起来 一个是太极拳 一个就是家庭 所以上课时候注意听讲 你不注意听讲 这一块没听到就不会了 然而 以此在普通人看来 极其平常的生活小事 却打破了徐传惠平静的生活 一个偶然机会 和我那个连接喝酒 喝完以后呢 他说我松松你们吧 我说不用松 他松松吧 这时候我就下一次的 气沉丹田 沉浅坠肘 我手上一搭 你回去吧 这句话没落 花音没落 我被人家弄电梯 就一搭就给我弄电梯里去了 我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是什么回事啊 比我还高 我连推手术也没有 一下子把我扔那么远的 人家就给我弄去了 哎呦那感觉 就像办了一件事 办了一件骗人的事情 被人揭穿一样 那是真难受 我说我今后在我连接人面前 怎么装武术家呀 人家都说这是武术家 别人的一个无心动作 却触发了他反思太极拳的 那根敏感的神经 甚至颠覆了他以往 对于太极拳的认识 他从不给自己找推卸的理由 反而会有意夸大某些东西 从而把自己逼到死角 为的是让自己迸发出了 绝地反击的寂寂精神 这恰恰是太极拳 乃至中国武术的灵魂 我就下决心练劲 结果就选择我女儿的楼上 我女儿四九楼到她的二十楼 那个一个走廊 就跟那些环境 小墙啊 那个管道啊 楼梯啊 扶手啊 当然都挺结实 我也不真拽 人家破坏环境 就跟他们较劲 狭小的空间 只有两平米左右 四周还有水管 楼梯 消防栓 似乎捉襟见肘 但是在徐传惠眼里 却是最佳的练工厂 球之欲 犹如一头被关在黑屋子里的困兽 横冲直撞 即待找到出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果半点左右 半年吧 我突然一个感觉 那是突然的 有很多事情都突然的感觉出来了 我就发现我砰哪儿 我去推哪儿去 比如捧进 我捧墙 我挤 我按 我咧 我靠 这都是八门进法呀 那清楚 那师傅教的可好了 就告诉你这些基本进法 八门进法 我感到它有互动了 我一推这个墙 就好像墙仿着推我 那个感觉是真美妙啊 增田 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让徐传惠激动不已 他知道这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 路子找对了 徐传惠就越练越想练 越练越痴迷 一天之中 吃饭 睡觉 甚至上厕所都在琢磨 经过长期的摸索 徐传惠发明了自己独特的练习方法 动装工 这些工法都是以现实环境而设计 比如阶梯装 是在阶梯上进行训练的方法 依靠装就是通过身体去依靠任何可以依靠的物体 以五行八法进行训练的方法 攀织装利用错落的树枝来训练手 眼 身 法 布 练功之余陪小孙女玩 是徐传惠最开心的时光 家庭是徐传惠除了太极拳之外 最为看重的另一件事 练习动装工那段时间 徐传惠整个精神 完全进入了一个武术的世界 像是着冷魔 整天神神叨叨的 这引起了老伴的强烈不满 我就在屋里在床上躺在床上练一练 找着感觉 我就手就旋起来了 这旋起来的目的就扶那墙去了 我就动 在那边个小笑话 我这第一次动 我老伴就说了 把他弄惊醒了 说你瞎折弄啥啊 你上外边扔去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上外边扔去 我就停下来 赶紧他睡了 我又把手举起来了 不敢动了 就用这一个不敢动 才最后演绎出了一个静状功 所谓静状功 是在控制身体 保持相对静止的状态下 利用联想 引领神经系统 进行运动的一种训练方法 那么合起来叫开合装 一开一合 手和脚去配合 对吧 有各种体位 各种 这你看他们说 要做这个合手装 那我合合脚不行吗 你看我这合脚装 你这种开合的多舒服 这你说你坐下来 你怎么还能懒得我做吗 身体乏呀 哪都不舒服 昏得关节难受啊 你不动 你可真静装 那当然难受 找遍的吧 谁不会找遍的 你看 找吧 啪的背过来了 哎我这那一场 走了 你看他管 这个说舒服不舒服 这知识好看 不好看 好看 好看的体操好看 这样你把它送上去 这样对你的 就是对你身体有好 说比较具体不为 正如太极拳讲究 一动一径 阴阳平衡一样 徐传惠也在武术 与家庭之间 寻找着平衡 太极拳来源于生活 又要回归于生活 正所谓万法归一 道法自然 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感悟 成就了太极拳 太极拳又反过来 让我们更加从容 更加智慧地去生活 作为一个小众的独立电影制片人 郭东是一个另类 他游离于主流之外 执念于思想表达的自由 在武术早已被边缘化的今天 他的梦想是找寻失落已久的武术的灵魂 其实从小我就特别喜欢武术 那时候呢 就只要有个机会 就会找一些网站啊 找一些什么 就是只要跟武术有关的信息 我都会愿意去看 愿意去了解 但是几度希望又几度失望 最终他发觉那都不是他心目中的武术的味道 然后那天就去那个公园里了 离很远我就看他那个两个人在那个打 我一看这个就跟我原来见的完全不一样 是真的在两个人在对战 使用起来以后是那么有杀伤力 而且真的是那种 一拿你啪就给你拿到 我一看我就心里想 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师父 徐传惠身上的一种东西深深地吸引着郭东 这种东西就是郭东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最原始的 带着浓重乡土味的来自民间的中国传统武术的灵魂 寄击精神 它不是陈列在堂皇的武术殿堂之上的标本 也不是工人欣赏的舞蹈 而是扎根于劳动人民生活 充满鲜活生命力的武术本来的样子 然后我就站站站巍巍地说 说师父你收土地吗 因为老爷子就简单看了我一眼 然后就没理我 搞得我就特别的那个害怕 但是又兴奋 但是徐传惠收徒弟却出奇地简单 有一天师傅往那一坐 他说天挺热的 然后我一听这游戏 我就赶紧把那茶壶盖打开了 把茶倒好了递过去 师傅就把茶接过来了 他说这样吧 你明天过来学吧 刚刚入门的徒弟赵小雨 谈起这一点也是深有感触 师傅就说 那就敬我喝个酒吧 拜个诗 我说还能这么着就拜师了 因为我总觉得要拜师的话 我还不得磕三个头 扣九扣拜多少拜 有人就说 说老徐你收徒弟太清帅了 就这么喝杯酒就拜师了 就收徒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我的想法 我研习到我小时候那个师傅 无意中的这种教父 我重义不重刑 我收徒弟重债 我教他东西 我要把老祖父的东西传承 他学我的东西 他把老祖父的东西再传承下去 关于说你给我磕几个头 我跟你现在怎么地 这都是表面的 这个东西束缚不了师徒之间的关系 不仅收徒方式离经叛道 徐传会的教学方式也有别于传统 一些老武术师傅 或者为了让徒弟刻苦习武 或者出于保守 往往会故意神秘化武术 然而徐传会却认为 其实武术一点也不神秘 很多诀窍都是一层窗户纸 统获了就明了了 而他就是要剔除了一切虚的东西 交给徒弟们太极拳的精华 跟这个师傅一学起来之后 发现我完全是接住了 完全不一样的太极拳 跟原来的对太极拳的认识 都不一样了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颠覆性的 这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有一些不太接受 因为什么呢 我的概念是 我练太极拳 我纯是为了健身 就为了调气通血脉那样的 我从来不会想着去跟谁动手去 去跟谁搏击 那没有这个概念 那实际上我的老师呢 他就是纯纯翠翠的这个太极拳 他还原到全的本质 他就是国际 但是呢 整个从老师教给我的这一套体系呢 教给我的理论知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徐传会希望让徒弟们 扫索弯路 学导太极拳的精髓 对每一个学生 他都是倾囊相受 他说 他希望看见他的每一个学生 都能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师父当时的先师们 他在摸索这个东西的过程 他是有过程的 他摸索这个东西的过程 你没有 他没有记录下来 甚至于说 他没有去对这个过程 去讲解也好啊 去传承也好 那么我认为 我要做的是 我要把我摸索的过程 教给徒弟们 徒弟们跟着师父学习 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 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拳法 而是一种生活之道 一种天地万物之理 万物皆太极 这也许就是 练习太极拳最美妙的境界 那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我每一个行为当中 在每一个起心的动念当中 都可以融入太极的概念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相互之间 分分钟都有对抗 不仅 当然是 不完全是 什么身体的对抗 那机会很少了 但是呢 在我们日常当中 各种各样的工作 安排交接 跟你的同事 跟你的上下情 跟你的什么什么 周边的环境 你天都还以地斗 反正就是咱们 总是 人离不开这样的活力 收了徒弟 责任感一下子重了 目前 徐师傅开始整理自己的心得体会 以便留下一些东西 供更多的人学习 那么我练的过程 才能谈我的感受 所以这些东西出来 这些东西都是我练功的感受 如今 66岁的徐传惠 为了与徐弟们交流 还学会了上微信 一有心得体会 就会发给徒弟们 与他们交流 所以 练太拳要做的感于联想 要有超出常人的努力 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只有不断进步 才能够达到相对的极致 练拳 就如同人生 练拳的过程 既是一段求知的过程 也是人生修行的旅途 随时随地 在生活无处不在的竞争之中 感受太极阴阳之道 也为迎接问诵之礼 太极 源于生活 也必将回归于生活 做人既有家庭的担当和勇气 也有大型不拘小节的豪气 内敛是真正的强大 简单是真正的深邃 接纳是真正的宽容 虽然有时会走一段 很长很长的弯路 只要脚踏实地 离不一个脚印 依然会走出一个完美的圆 人的生命曲折往复 犹如这太极拳 富而平泰 富而牵蟹 富而如涓涓泄流 富而古荡奔腾 最后悄然收拾 沉浸 归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